二十五岁的生日 我被宋子虞放了鸽子 公司会议走不开 岁岁等着周末抽出时间 我再陪你补过 吊儿郎当的声音 从手机那头传了过来 我抬眼看了看面前的蛋糕 轻轻嗡了一声 那行周末见 宋子虞的声音有些匆忙 我听到一声很浅的闷声 应该是手机被随意砸进沙发里的动静 随后我听到那头带着调笑的声音 宋哥怎么说也是人家的生日 真不去 音乐声应声而起 把宋子虞的谎言粉碎得干净 紧接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嗓音 接了那人的话 有什么好趣的 无非就是吃蛋糕 说点甜言蜜语 浪费时间 诶 宋哥不是很爱嫂子的吗 这朋友圈手机背景 可是嗅了好一波恩爱呢 则 低沉的嗓音从手机里传来 像是一拳重机 砸在我的心口 腻了 唐碎这人太乖了 三五个月还好 一年多了 早腻了 什么爱不爱的 少来恶心我 这样做 还不是装出来哄他的 电话被我掐断 我冷眼扫过上面刚结束的通话记录 太乖了 腻了 宋子瑜应该早点说的 我装得也很累 拿上外套 我出了门 冷风一下子灌了进来 让我有些不适应地拧了拧眉 显示着无人的出租车被我拦下 我抱了一个地方 天乐酒吧 窗户被我按了下来 大片大片的冷风 在瞬间灌了进来 热闹的群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了个视频 点进去一看 喧嚣的包厢里 宋子瑜神色散漫地 搂着怀里娇嫩的女生 那张吊儿郎当的脸上 带着几分笑意 热舞的女人 扭着水蛇腰 在她面前晃荡了一下 立马引来身侧女生的不满 我看到那张熟悉的脸上 露出了轻挑的戏谑 匀称修长的手指 勾着女生的下巴 狠轻地说了句 紧张什么 我只喜欢你这样的 是了 宋子瑜喜欢乖的 回国那会 我便知道了 我收敛了在国外 养成的张扬性子 慢慢地让自己变成 宋子瑜喜欢的模样 当然 我也如愿以偿 和少年时期 喜欢的男生在一起 成为众人眼中 羡煞的情侣 可我忘了 宋子瑜是喜欢乖的 而不是喜欢我 其实 宋子瑜的逆位 也算是有前兆 从一开始一天不见面 就会三个电话 到最近 一周年的纪念日 忘得干净 新年十天 几乎看不到人影 回国那会 我痛经难受 他都会紧张得不行 而后来 就算我兰尾炎住院 他也只是 象征性地来看一眼 他总用忙碌 来当作借口 我也不是细茶的性子 哪怕心里 有了个大概的猜想 也执意要等着 窗户纸被捅破的一天 而现在 十年的喜欢 彻底地结束了 付了钱下车 走进灯光错落的酒吧 舞池里晃动着热舞的人们 我随意地找了个卡座 想要坐下 余光 却冷不丁地 扫到了一处僻静处 男人穿着简约的白色衬衫 目光分外清冷 宛如天上明月 他与这里格格不入 面前也只是摆了 两瓶低浓度的果酒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最中央的卡座里 一位娇俏的女生 一左一右地 搂着酒吧里的男模 笑得乖张 我心下明了 朝着男人走去 语气分外礼貌 先生 我可以坐镇吗 他朝我抬眼 我这才看清楚了他的样貌 清俊的眉眼 墨色的眸子 清清冷冷的 仿佛不染尘世 他的皮肤很白 或许是常年不晒太阳的缘故 在昏暗的酒吧内 显得有几分雷若 请随意 男人开了口 如我想象的那样 清冷的很有质感的嗓音 躺过了些许的果酒 浑厚而又低沉 则 果然好看的人都免不了当舔狗的下场 点了两香酒 我静止地坐在他身侧 男人低垂的眉眼 有几分倦意 时不时地望向卡座里的女生 而后又缓缓收回目光 也是个爱而不得的苦命人 我轻吐出一口浊气 糖碎 男人看向我的眉眼 有几分沉 视线灼灼地扫过我的脸 似乎是在确认什么一样 半晌 他才道 我姓姜 他不愿透露 我也不勉强 和他几年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 有些好奇 男人似乎是不理解 思索了几秒 三年 哦 那你比我好 我才谈了一年 人家就腻了 男人眼里闪过几分深意 神色淡淡地举起了 面前的杯子 是他的损失 我笑得散漫 说不上什么损失 没准人家发布的 只是我一厢情愿 还以为年少时 他对我的好 是他难得的喜欢 手撑着脑袋 我浅浅眯着眼看他 江先生 要和我试试吗 试什么 试试 新的开始 他长得不错 符合我的审美 加上 我俩处境差不多 嗯 换句话来说 也不算谈恋爱 只是借个其他的人 来过渡之前的感情而已 对于常年生活在国外的我而言 再正常不过 男人的神色昏暗不明 不怕我是坏人 我摇头 低声提醒他一句 在国外我学过几年的近身格斗术 江先生 你不一定打得过我 我听到他嘀嘀地笑了一声 我考虑考虑 酒过三巡 男人已经醉了 他应该是酒量极差 不然也不至于只点了些果酒 再朝着卡座看去 那女生已经不见踪影 江先生 这可不是我趁人之威 我轻轻地捏了捏男人的脸 触感极好 红韵染着冷白的皮肤 为他添了几分预感 男人意识不清 我轻松扶起男人 静止打包带回了家 将人安置在一处客房内 我的手机响个不停 来电显示 是宋子瑜的 怎么 我的语气冷淡 全然没了平时对他的乖巧 你在哪 宋子瑜的声音 带着几分无名的怒意 在家 是吗 糖岁 怎么有人说你今晚单独和男人 在酒吧喝酒 我选的酒吧 错开了宋子瑜爱去的那家 只是北市里他的兄弟众多 被看到也是正常 是吗 那你今晚又在哪 开会开到酒吧 我怎么不知道宋总还有这批号 我淡定地反问回去 那头一顿 还没说什么 躺在床上的男人 嘀嘀地喊了声 这是哪 他半梦半醒 一双含了水的清冷毛子 缓缓睁开 清醒的意识 我低声回他 我家 唐碎 你那边什么声音 是不是有男人 宋子瑜越发地暴怒 他的声音很大 我把手机拿开了一些 宋子瑜 我们好聚好散 别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电话挂断 床上的男人 已经再次陷入了沉睡 细长的睫毛垂了下来 折射出半弧形的阴影 我见识过不少好看的男人 可面前这一位 是独一份的好看 闹钟过了八点 外头传来很轻的声音 意识到什么之后 我匆忙掀开被子 下床洗漱 越过偌大的客厅 厨房里站着背影清冷的男人 醒了 他没有回头 而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不多时 他将两碗面端到我面前 昨晚失礼了 多谢唐小姐的收留 说话间 他有些咳嗽 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客厅的茶几下面有药 你等会记着吃 他应声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姜于慈 握着筷子的手一顿 我猛地抬眼 看向面前的男人 姜于慈 这名字可不陌生 姜家三房的独子 也是线下江海集团的 下一任掌权人 初中三年 我和他一个班 到后来上了高中 姜于慈成绩优异 自然进了特监班 我那半调子不上不下的排名 也只能靠着父母 硬塞到一个上游班级 枯燥的三年高中生活里 我听过不少关于姜于慈的传奇 奥数竞赛第一 还自发研究出了新系统 并推广使用 他被学校寄以厚望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科研人才 可最后 还是如同无数附加弟子那样 回家继承家业 回想上一次见面 已经是七年 姜班长 好久不见了 的确很久 姜于慈的声音 染上了感冒的鼻音 所以堂岁 昨晚说的 还作数吗 宋子瑜来的时候 房间里 已经喷过清新剂了 不留任何一点酒味 也包括姜于慈的气息 全部散得干干净净 姜四周都环顾了一周 宋子瑜这才放下心来 他似乎已经在心里 笃定昨晚 只是我的一时一气 手里也不知道 从哪顺手拿过来的 一束鲜花 在冬日下 略显念吧 堂岁 宋子瑜看向我 昨晚的确是谈生意去了 你也知道 我那几个兄弟玩心重 再说了 男人的生意 哪次不是在酒桌上面谈拢的 我不置可否 自顾自地倒了杯热水 见我神色冷淡 宋子瑜拧起眉头 这周末 我会抽出一整天来陪你 他说的 像是恩赐一样 我转头看向他 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宋子瑜 我在国内的时间不长 初中才回国 生了高中时 爸妈的矛盾也终于到了顶峰 他们各自有了心仪的人 却执意学着中国父母那样合格 坚持共同抚养 我到十八岁 喂 你爸出轨了知道吗 好事的男生 吊儿郎当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笑得十分大声 哦不对 你妈也出轨了 唐岁 你说你怎么那么可怜呢 爸妈都不要 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 少年的宋子瑜从光里走来 笑得懒洋洋的 唐岁 以后再有人欺负你 我给你撑腰 不过十年 截然不同 听不懂人话 宿醉的感觉并不好 我没收敛住脾气 冷眼扫了过去 宋子瑜 我们好去好散 宋子瑜一愣 电话里听到我说是一回事 当面看到向来对他温柔的 我也冷下了脸 眼里浮现出几分震惊的神色 缓和半晌 他道 昨晚你没挂电话 我不应他 宋子瑜顿时烦躁起来 所以你想怎么样 我往后还会遇到更多的女人 新鲜感肆意的时代 难道你真指望我不会变心 唐岁 我分得清楚什么是逢场作戏 什么是结婚对象 这样还不够吗 我被他理所当然的语气给气笑了 宋子瑜 现在的你挺不配的 我可以为喜欢的人改变自己 可一旦他不配 我也会收回我所有的喜欢 毕竟付出得不到回报 那就是大冤种 我唐岁从来不做大冤种 宋子瑜眉头拧得更深 最终还是朝我伸出了手 别闹了 我不喜欢你这样 我朝宋子瑜笑得寡淡 我连你都不喜欢了 还会在乎你喜欢什么样的 宋子瑜摔门而去的五分钟后 我将那束花丢进了垃圾桶 顺便将屋子重新打扫了一番 关于宋子瑜的所有东西 尽数丢掉 折腾结束 天色已经彻底地暗了下来 慵懒地窝进叔父的沙发里 我给那头的江鱼子打了电话 工作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那头的声音格外地沙哑 戏听之中还能察觉得到其中的虚弱 都处理好了 你呢 我笑笑 我没什么正经工作 空闲得很 爸妈离婚后 给了我不少钱 回国一年 我用这些作为启动资金 投资了几家商铺 利润还算不错 只是月底的时候 要去谈扩展项目 估计那时才会忙一点 那挺好 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眷懒的声音中 鼻音更重了 今早的咳嗽感冒 在他处理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愈发严重 我忍不住皱眉 将于此 把地址发我 他酒量本就不好 昨晚回来的一路 为了醒酒 我特地把窗户大开着 说起来 这人生病 是我的责任 按照着地点 匆匆驾车赶到 输了密码进去 入眼的 便是宽敞的 有些过分的客厅 一整面堤落地窗半敞开着 将这个城市的夜景 尽收眼底 大概是听到了声响 将于此从房间里起身 缓步走到了门口 脸色比起今早 更加惨白 只是在看向我时 清冷的眉眼 不自觉地染上了 暖暖的温度 它的身后 是大片明亮 而又璀璨的夜景 在这个寺下寂静的夜 我听到 将于此清浅的嗓音 堂碎 过来 我朝它靠近 愣不丁地 它微微俯下了身 将脑袋搭在我的肩膀上 隔着不过 一两厘米的距离 它滚烫 而又灼热的呼吸 洒在我脸上 分外的灼烧 有些没力气了 抱歉 看得出来 将于此虚弱到了极致 恐怕这几步路 也是它死撑着走到的 我将它扶上了床 最后一步 脚下似乎绊倒了什么 一个没站稳 我将将于此压在了床上 那双如明月好看的黑眸 带着些许点点星光 堂碎 我朝它笑 我不会趁人之危 果断地从它身上起来 我的手顺势探向它的额头 凉过了吗 嗯 三十九度八 我眉头皱得越发紧了 目光在它惨白的脸上来回打亮 一股愧疚之意浓浓地卷了上来 昨晚 果酒很好喝 人也很漂亮 我眉眼不自觉地弯了弯 轻歪着头看它 将于此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招人喜欢 它张嘴想要回我 门铃声响起了 伴随着粗鲁地拍门声 隔着老远都传了过来 我替将于此盖好被子 匆匆打开门 亲爱的 我来 门外的女生戛然而止 借着明亮的灯光 我也看清楚了门口的人 一身俏丽的小卫衣 模样很是好看 也很熟悉 昨晚 在酒吧卡座里的那个女生 气氛有瞬间的尴尬 我不清楚自己该离开 还是邦将于此解决 毕竟 这姑娘昨晚坐拥了六个男模 想必心思也不会在将于此身上 而我现在似乎算得上将于此的半个女朋友 你 女生皱了皱眉 紧紧地盯着我 我是将于此的朋友 她生病了 我懂 面前的女生猛地拉住我的手 十分激动 女生也不在意 我叫江于然 我亲爱的哥哥呢 就交给你照顾了 哥哥 我威正 初中呢会和江于此属时谈不上熟悉 我只记得她是独子 从没听说过还有个妹妹 我往房间里指了指 她在里面躺着 我带你进去 不用 江于然的眼珠子来回转了转 笑得一脸荡漾 我今天还约了八个男模 回见 说完 她瞬间脚底抹油 转身离开 还真是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我在客厅找了一圈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 我翻出了杯子 烧了热水对着冲击 端进了房间 江于此再强撑着精神等我 雨然来了 嗯 她是你妹妹 堂妹 热衷于找男模三年 昨晚 是我受她爸妈之托 过去看着她 江于此道 温浅的呼吸 尽显倦意 回想昨晚 我扫了一眼江于此 那你怎么不说 我还以为你为情所困 江于此失笑 勉强地撑着身 将冲击喝了下去 如果不是觉得我和你同病相连 你还会主动吗 她的声音越发的低了 最后几个字 几乎散在了风里 我望着她 我望着她 不假思索 会 毕竟 我是阴色起义 我睡醒的时候 大片的落地窗撒进来了光亮 左边浴室的门忽而打开 擦着头发的江于此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半湿 水顺着脖子的线条往下躺 整个室内都有地暖 所以哪怕是三四度的天气 江于此穿着的 也只是单薄的浴袍 松松垮垮地敞开了胸前的光景 肤色很白 若隐若现的腹肌线条流畅而又紧实 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量体温了吗 我从沙发上起身 朝她走去 江于此没回答 只是微微低头 清俊的黑眸里 倒影着我的影子 我从善如流地 将手搭在她的额头上 已经退烧了 目光往下 手已经先脑子一步 放肆地搭在触感极好的腹肌上 还悄无声息地 将江于此的睡袍扯得更宽 温热的触感不断往下 再到腰间时 被江于此抓住了 躺碎 我还算是半个病人 我了然失效 好 下次 江于此道 嗯 我不明所以 江于此浅浅垂下眉眼 不知是刚洗过早的缘故 还是其他 耳根爬上一抹红 衬的那张脸 越发地惹人垂涎 我听到她说 今天状态不好 接连的几天 我在噩梦和美梦中 反复辗转 梦见少年所喜爱之人 终究回归成 少年时期最怕的噩梦 败给新鲜感 日复一日 最后支离破碎 也梦见江于此微虚了的脸 靠在床上 低难着梦意 设置的闹钟响个不停 我起身关掉 今晚 是宋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哪怕和宋子渝闹僵 爱于情面 多少得过去祝贺 到的时候 宋子渝已经懒洋洋地 跟着几位朋友喝酒了 周围有几位娇小姐向她靠近 言语之中 不乏爱意 宋子渝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不偏不倚的 陡然将目光看向了我 不好意思 我有女朋友了 她周围的兄弟又是一笑 无虎无虎 宋哥 你又秀恩爱呀 熟悉的套路 宋子渝从来不掩饰 我在她身边的地位 甚至高调 而又主动地 将我宣告给所有人 以至于 我以为那是真的 碎碎 她像是热恋时期那样 轻易地换着我的名字 风度翩翩地朝我伸出了手 我等你很久了 我没动 薄凉而浅淡的目光 一寸寸地往上 宋子渝 你演得不累吗 宋子渝的脸色一僵 走近我之际 压低了声音 唐碎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闹 乖一点 我冷眼扫回去 那天的话 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的耐心耗尽 我已经哄你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我可以为你拒绝圈子里所有的小姐 你就不能容忍我偶尔一次的犯错吗 唐碎 你自己想想你爸妈 新鲜感作祟 哪怕是你爸妈都不能免俗 你又凭什么来要求我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果然 最了解你的 往往也最容易在你痛处下刀 面前的宋子渝还在喋喋不休 至少我会比他们更好 你放心 我不会和你分开 以后我也会尽量避开那些酒局 啪 一个巴掌 重重地打在了宋子渝的脸上 顿时 她火冒三丈 堂碎你 宋子渝 如果那天我说的话 你没听清 我不介意再说一次 我和你 已经分手了 从别墅出来时 远远的 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刚刚从车上下来 眉宇之间 染上了几分倦意 送完礼了 江鱼慈朝我看来 清俊的眉眼 染上路灯的暖意 我轻轻地恩了一声 强撑着精神看向她 打趣道 特地来接我的 江鱼慈朝我伸出手 目光紧锁在我脸上 堂碎 你的眼睛很好看 我笑笑 我知道 可是现在她在难过 我微正 江鱼慈已经弯下了身 和我平视 去酒吧吗 羽然说点难磨会很开心 我今天可特立允许你 江鱼慈轻叹一声 我想让你开心 话音刚落 我便不顾一切地凑了上去 手指轻捏着江鱼慈的下巴 一口咬在了她的薄唇上 趁她错棱之际 肆意地索吻 她的唇齿间带着很浅的果茶味 有些甜 走后是杂乱的脚步声 随后一道暴怒声响起 糖碎 不知道为什么 江鱼慈搂在我腰间的手 墨地收紧了几分 呼吸缠在我的唇齿间 我轻轻拉开了距离 偏头看去 难得 宋子瑜在被我打了之后 还能追上来 谁允许你这样的 宋子瑜在暴走的边缘 情绪分外地激动 她上前两步 江鱼慈便不动声色地 往前站了半步 挡在我的面前 需要允许吗 我淡淡地回望宋子瑜 宋子瑜一愣 脸上的血色褪去了几分 糖碎 刚才的事 是我说错话了 我向你道歉 你过来 我会好好改的 我没有回答她 弯腰进了江鱼慈的车 夜景在窗外不断地闪过 我没偏头 却能感受得到 身侧人的目光 将于此 你说 新鲜感真的很重要吗 重要到 哪怕有了幸福的家庭 也能一并抛弃 哪怕我试图迎合宋子瑜的喜欢 也比不过刚认识的女生 对于廉价的爱 新鲜感就是一切 糖碎 我不喜欢廉价的东西 消息静音的第二天早上 各种消息 在我手机里挤爆了 先是宋子瑜的 二十多个未接来电 显示都在半夜 紧接着便是微信上 关于她的炮轰消息 最新一条 是以她人之手发的 糖碎姐 不管你和宋哥发生了什么 她都快喝死在酒吧了 你就算大发慈悲 来劝劝她呗 我没有理会 直接把宋子瑜 拉进了黑名单 在商业街的项目拓展 开始会谈 我突然忙碌了起来 几乎是到临近快睡觉的时间 才抽出一些空闲 和江于慈说说话 她对此很是无奈 却又极其纵容地 每晚给我点着夜宵 好不容易忙完那一阵 已经过去了一周 给你买了个太妃椅 以后你可以靠在这里看江景 江于慈的微信消息发了过来 偌大的落地窗前 摆了一张位置刚好的太妃椅 上面慵懒地躺着一只白色的猫 正冲着镜头打哈欠 看到你的朋友圈里 小区里的那只猫 似乎在外惯了 并不愿意和我回来 所以我买了它 很黏人会撒娇 堂碎 猫想见见你 一小时候 我提着行李到了江于慈的家门口 难得的休息日 江于慈只着了一件居家符 偏见我的行李 它神色自然地接过 暂住还是常住 我往里探了探头 小猫缩在了沙发上 睡得很是安稳 目光折回 我偏头看着江于慈 看看那只黏人的猫 想让我长住 还是暂住 呼吸瞬间被封住 温热的薄唇贴了上来 我不自觉地被逼退了一步 抵在了门后 大掌轻轻地拖着我的头 江于慈垂下了眉眼 认真而又虔诚地吻着我 心中的那团火 像是被烧了起来一样 我手上使了劲 位置反转 门上传来一声 不轻不重的声响 江于慈看着我 染了情欲的嗓音 哑了几分 近身格斗术 练得不错 我笑笑 在她唇上撕磨着 江于慈 嗯 今天状态如何 一觉到了夜晚 醒来时 外面已经是夜晚 江于慈不在身侧 被子里还留着淡淡的温度 我起了身 书房的门半开着 露出宽大的书桌 江于慈正坐在椅子上 和视频那头的人说着话 脚下有柔软的触感 我低头看去 将那一小团白毛 抱入了怀中 慵懒地靠在了太妃椅上 偏头往下 便能将北市最好看的江景 收入眼中 堂碎 你别犯糊涂 子虞那孩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过就是犯了个小错误 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作为男人 他的心是在你这里 你换了哪个男人不是这样 选一个对你和公司都有利的 才是最好的 我那久不见的父亲 在中午给我打了电话 没有嘘寒问暖 以一个不靠谱的父亲身份 要求着我和宋子虞复合 我也清楚 我和宋子虞在一起后 我爸的生意 得了不少宋家的助力 没有谁是不喜欢捷径的 可也没有谁 是容忍得了一辈子生活在折磨里 我回望童年的阴影 在无数争吵交错 和撞见他们私会的难堪中抽身 第一次无比认真的问着我爸 对于您来说 我是不是不配得到真正的幸福 家庭也好 感情也好 似乎总是不得善终 饿不饿 身侧传来将于此的声音 他在我面前蹲下身子 温热的指尖轻柔地 拂过我额前的碎发 想吃什么 我没应 只是将手指探到了他的鼻息下 有呼吸 嗯 我在判断你会不会是渣男 将于此没说话 只是浅浅地把脑袋压在了我的肩膀上 怎么了 他的叹息声在我耳边响起 头上的黑锅太重 撑不住了 住进将于此家里的第三天 五间下楼时 我被宋子鱼给堵住了 堂碎 他的嗓音很难听 眼睛很红 眼下的清黑在白天分外明显 你真不要我了 碎碎 我真的知道错了 那天 那天就是口嗨 我还是很喜欢你 我不想失去你 宋子鱼朝我一步步走来 表情是我没见过的卑微 他的视线 一寸寸地落在我脖子上 难掩的红痕上 震惊 疯狂和不甘 在他眼里毫不掩饰 他逼迫你的 我随手将垃圾丢进了垃圾桶 朝他诞生道 我主动地 不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宋子鱼不相信 不可能彻底离开你 还是不可能那么快 接受其他人 我反问着宋子鱼 不等他开口 又继续道 宋子鱼 你太笨了 我自小在国外长大 骨子里 就不是一个柔顺乖巧的人 我能为了你 丢下国外的一切 回来找你 自然 也能丢下和你的一切 宋子鱼 依旧是正正地摇着头 碎碎 你只是在和我闹脾气 我已经和那个女人断了 以后也不会有 我冷眼看着宋子鱼 毫不客气地戳穿他 不会再有了吗 你比谁都清楚 你会不断地 对我失去新鲜感 不断地在外追寻刺激 你所谓的后悔 也只是情感中的胜负欲 宋子鱼 你明白的 我不会原谅任何一种背叛 宋子鱼进入了魔症 他不断地往家里 送些没用的东西 学着哄小女孩那样 大冷天地守在楼底 我不下楼 他就派人将一束束玫瑰花 送到门口 接连几天 过道内都是飘香的玫瑰 惹得脾气好的江鱼瓷 都动了弄 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嘴角破了像的江鱼瓷 有些心疼 这张脸染上任何的瑕疵 都是一种可惜 没什么 江鱼瓷不愿说 我却猜到了 他呢 没残疾吧 打就打了 这两个身份都不小 打一架无伤大雅 就是别打残打废 回头老爷子那边不好解释 比我严重点 去了医院 江鱼瓷的声音里 还带着几分小骄傲 我看着他有些好笑 手指轻轻戳着他嘴角的伤处 声音很轻 江鱼瓷 我很喜欢你这张脸 所以你要好好地爱护他 江鱼瓷恩了一声 眼底的神色浮浮沉沉了好一会 还是看向我 只有脸 我轻轻摇头 微微垫着脚 凑在他的唇角 落下一个极其温柔的吻 不止 江鱼瓷满意了 细软的侧脸 蹭着我的额头 那我也向你坦白 我做宋子鱼 不只是因为生气 嗯 江鱼瓷搂着我的手 跃发的紧了 轻轻冷冷的嗓音 落在耳边 他不该这么对待 我所珍视的你 呼之极来 挥之极去 唐碎 你与我而言 比什么都珍贵 江鱼瓷从不喜欢廉价之物 而他喜欢唐碎 唐碎对他来说 便是那无价之宝 在那之后 宋子鱼又缠了我好一段时间 我依旧置之不理 和江鱼瓷过着极其普通的情侣生活 晚饭过后散散步 围着江边看着夜晚的风景 宋子鱼也终于意识到 他再也插入不了我的生活 最后一次见我时 他依旧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坚持放出了狠话 只是谈恋爱而已 江鱼瓷他能和我分手 也能和你分手 我等着 等着你们分手的那天 在趁虚而入 回应他的是 我和江鱼瓷像是看白痴一样的眼神 六月的时候 江鱼瓷带我回家 见了他的爸妈 还有之前见过的江雨然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圈子里 见到相濡以沫的夫妻 他的妈妈被教养得很好 举手投足之间 还带着小姑娘才有的感觉 江一个镯子套在我手上时 江母笑得很是开心 小岁啊你放心 江家都是女人管钱 你嫁进来了 要是阿慈惹你生气 你就断她生活费 她要是不红 你就拿着她的钱 出去找男模来红你 一旁的江雨然也兴奋到 怎么可能不红 我哥半个月前 给我打钱帮她做了一个PPT 里面罗列了各种 讨女生欢心的招数 嘿嘿嘿 我早就看出 他们有猫腻了 三伯母 之前我哥说好了 去陪我找男模 结果转头 就和糖岁姐喝酒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酒量 不拒绝人就是懂的哈 我偏头去看江雨慈 偏偏她神色淡淡 看不出什么 心口痒痒 碍于人多眼杂 我只能伸出手指 在她的手心 轻轻地挠了挠 直到上了车 四周的车窗紧闭 我将系好安全带的江雨慈 压在了车座上 语气认真 所以一开始就认出我了 江雨慈垂眉看着我 算是吧 只是觉得有些熟悉 我笑得愉悦 还学着怎么哄人 那些招数都是些什么 我想听听 说到这里 江雨慈脸色一僵 半赏才到 雨然的性子 你应该懂 PPT大半内容 都是教我怎么色诱你 挺好 像是江雨然的性子 盘问结束 我坐会自己的位置 汽车缓缓往前行驶 我来了倦意 靠在车上半眯灼眼 江雨慈 怎么了 身侧的男人 声音温柔到了极致 像是怕吓到我一样 你好像从没说过 会对我好一辈子 我滴滴地问着他 车子在红灯面前停下 江雨慈看向了我 你想要我说吗 现在不用了 他明白 所有的承诺 都是无意义的 所以他将我带回了家 江家 江家 女人管钱 而他父母 是最好的例子 这笔口头的承诺 来得更切实际 我偏头看着外面 落进来的太阳 江雨慈 嗯 还好 是你 故事二 林毅的微博小号 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他紧紧抱着一个女人 从蹦极台上 一跃而下 顿时恐惧 又兴奋地尖叫声 震耳欲聋 看完了视频后 我的心里 却出奇地平静 我一如往常那般 晚上跟林毅发短信 联系一下 两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几句后 便互相道了晚安 结束了聊天 林毅什么时候出差回来的 我并不知道 他只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下班后 我来接你 我有话要跟你说 林毅带我去了一家餐厅 他坐在我对面 沉默不语 但手机一直都没有离手 饭间 他手机的提示音 时不时地响起 他每一次看短信时 眉眼弯起 唇角边自然而然地 请起一抹愉悦的笑意 吃完饭后 他才开口 今晚这顿 就算是我俩的散伙饭了 我慢条斯理地拿着餐巾 擦着嘴角边的残字 他则继续说道 我爱上了一个女人 他符合我对一个女人 所有的想象 他就是我的谬斯女神 你如果见到她的话 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抬起头看着她 淡淡地笑了笑 好 那就分吧 他瞬间错愕 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顿时脸色一喜 你好歹跟了我九年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 我一定满足你 我笑道 不必了 我站起身 拿起包包 礼貌地与她告别 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我从二十岁与林毅交往 至今九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陷入了大龄未婚的焦虑中 难以解脱 这种焦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度达到了顶峰 我因为结婚的事 催过林毅很多次 我们也为此争吵过不少次 争吵过后便是冷战 我俩冷战最长的一次是一个多月 从五百二十那天到六月二十五号 她过生日 我送了她礼物 并主动向她低了头 应该也是从那次我主动低头 我们和好后 我的心也跟着慢慢地冷了下去 我答应跟林毅分手那天 回到家后 我给我高中的同桌许莫阳 打去了电话 我说 去年年底 我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你说 要是我三十五岁 还没嫁出去 你就娶我 是跟我开玩笑的 还是认真的 许莫阳沉默了片刻后 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我很平静地叙述道 我跟林毅彻底结束了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可以提前把我取回去 她又问我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把地址发给我 于是我把我家地址的定位 发给了她 她很快又回了短信来 等我 我等了许莫阳三个小时 她一直都没有出现 我给她发短信她没回 打电话给她 电话却无人接听 看样子 我想结婚的愿望又破灭了 不过我不怪她 其实我想结婚 也不是因为我喜欢她 而是另有原因 我原本刚睡着 家里的门铃却响了 我打开门时 许莫阳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站在我家门口 她的手里抱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 连忙跟我道歉 抱歉 医院刚好来了位车祸患者 需要立即手术 当时时间紧迫 我没来得及打电话跟你解释 我表示理解 冲她笑了笑 却不想 她忽然单膝跪在了我的面前 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钻戒 长静 你愿意嫁给我吗 去年 我妈被查出早期肺癌 偏偏那段时间 林毅出差在外地 我一个人六神无主 便在高中校友群里发了个消息 我说 同学们 你们在人民医院里 有没有认识的人 当时与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联系的许墨阳 忽然回复了我 我是人民医院的医生 有什么事 你加我微信 详细说 后来许墨阳帮我联系了专家 年底我妈做了手术 恢复得还不错 期间许墨阳只要一有空 就去病房看我妈 我和她便又慢慢地熟络了起来 有一次 我们俩坐在走廊道的长椅上聊天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林毅 她说 你跟你男朋友谈了很多年了吧 我怎么一次都没见她来看阿姨 我当时对林毅真的已经很失望了 却只能硬着头皮笑着帮林毅开脱说 她也想回来 但是没办法 公司这次派给她的任务很重要 工作完成不了 她回不来 许墨阳点了点头 片刻后又说 阿姨的身体不好 幸好癌症发现得及时 捡回了一条命 我听她好几次说 希望你们结婚 想早点抱上孙子 她的话瞬间戳在了我的心窝子上 我本来想隐瞒的 结果眼睛却不争气地红了 我沉默了许久 把眼泪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嗅了嗅鼻子说 我想结婚 但是她还不想 许墨阳的眉头一皱 或许是为了宽慰我 她很快便笑着跟我说 没事 你总归是能嫁出去的 要是你到了三十五岁 她还不娶你 你来找我 我娶你 她的一番话 当即便惹得我破体微笑 我答应了许墨阳的求婚 她好像担心我反悔 第二天就拉着我去了民政局 领了结婚证 我们领完结婚证出来后 她又拉着我 我们一人一本结婚证 对着手机镜头拍了张照片 她笑着跟我说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老婆了 回去的路上 许墨阳在一旁开车 我闲着无视 拿出手机玩了会儿 巧的是 我不经意间发现 就在几分钟前 林毅发了条朋友圈 她说 我的谬思女神 照片上 她跟那个女人手牵着手 甜蜜对视着 我一眼辨认出 照片上的女人 就是跟她抱在一起 蹦极的那个人 我一眼扫过她的朋友圈 林毅的朋友圈底下 有不少我们共同好友 发出的疑问 你跟长静分手了 我记忆出问题了 你女朋友不是长静吗 我记得长静年初的时候 不是还说 要计划跟你结婚的吗 林毅自己 在她的朋友圈底下 发了条评论 统一回复 我跟长静很早之前 就已经分手了 所以请大家以后不要 再跟我提及 无关紧要的人 我女朋友会不高兴的 看到她的统一回复后 我没忍住乐出了声 我跟她昨天才分的手 她今天却说 是很早之前就分了 许墨阳随口问了我一句 笑什么 我说 刷朋友圈 刷到个年纪轻轻 就得了老年痴呆的二傻子 许墨阳轻笑道 那你得告诉她 有病要治 不能脱 需要你老公帮忙的话 说一声就行 我笑道 来不及了 我已经把她拉黑了 跟许墨阳结婚后 我便搬去她家住了 成年男女 又是已婚夫妻 即便我们只是闪婚 我也没有什么放不开的 大概一个多月后 我跟许墨阳一起逛超市 好巧不巧碰见了林毅 和她所谓的谬斯女神 林毅走在前面 推着购物车逛着 那个女生则停在了 后面的冷藏柜前 挑选着酸奶 林毅主动走上前 笑着跟我打了声招呼 巧啊 我扫了一眼 她购物车里的东西 有泡面 饼干 巧克力 也是 那个女生一看 也就二十岁出头 小姑娘喜欢吃这些东西 无可厚非 我曾经也很喜欢 吃这些东西 但是林毅每次 不经过我同意 就私下里 把我拿的那些零食 都给放回了货架上 等我发现了之后 她说 你拿的东西都是垃圾食品 我也是为你好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许墨阳忽然在一旁的货架上 拿了一包蜡条 笑着问我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 你经常买蜡条吃 现在还吃不吃 我顿时眼前一亮 吃 我要多买几包不一样的 还有那个泡椒凤爪 许墨阳对我宠溢的笑了笑 走到了前面去 按照我的要求 把货架上的各式蜡条 与凤爪 都扫了个遍 林毅的眉头紧紧地皱起 你男朋友 我随口应了句 不是 她是我 我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 林毅便一副了然的模样道 哦 备胎 或者是暧昧阶段 我微微耸了耸肩 随你怎么想吧 我先过去了 祝你跟你的谬思女神幸福啊 说完我转身 便往许墨阳的身边跑了过去 但是我能感觉到 我的背后有一道目光 一直紧跟着我 不曾挪开 我追上许墨阳的时候 她问了我一句话 她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二傻子 我愣了一下 忍不住笑着 捶了一下她的胳膊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 你的火眼金睛 许墨阳淡淡地挑了挑眉 一言不发 回到家后 许墨阳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她寂寥的背影 我有点觉得自己 在看一只孤单凄凉的小可怜 我走过去 坐在她身边 问她 你刚刚在超市 是不是吃醋了 许墨阳 微微扯了扯唇角 淡淡道 嗯 我诧异地看着她 真吃醋了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那好歹是你交往了九年的前男友 我吃点醋可以的吧 我笑着问她 那好吃吗 她咬了咬牙 酸 我一把抱住了她 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处问 那你想不想换换口味 我边说边伸手戳了戳她的胸口 接着道 我觉得我还挺甜的 你要不要尝尝 她愣了一下 随后一把将我推到在了沙发上 浓浓地荷尔蒙气息 扑面而来 许莫阳平时的工作很忙 忙得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我平时朝时晚六 下班后时间还挺充足的 那天我也是心血来潮 知道许莫阳晚上要上大夜班 我便给她煲了汤 炒了两个小菜 等我把饭送到医院的时候 也快晚上九点了 我到了她的科室时 没看见她人 却看见她的桌上 已经放了只饭盒 饭盒里的饭菜还热乎着呢 最关键的是 饭盒上还贴了张便利条 许医生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爱心便当 希望你能喜欢 爱你 么么的 署名 一只萌萌兔 我忍不住抖了抖 好肉麻 与此同时 我心里莫名有点不爽 就在这时 刚好有个护士路过科室门口 看见我笑着说 你也喜欢许医生吧 不过 我劝你 还是别来给许医生送饭了 许医生从来不会吃别人送的饭的 你们送的饭 许医生都送给我们科室的护士吃了 我愣了一下 原来是我误会他了 我随即笑着把保温盒搁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没关系 他不吃别人的 但我做的他会吃的 那个护士一听 无奈地笑了笑 那行吧 随便你了 许莫阳查完房回来时 见我在他办公室里 顿时眼前一亮 小静 你怎么来了 我拍了拍他桌上的保温盒笑道 想着你今天晚上大夜班 做点好吃的给你送来 他顿时咧开嘴笑了 你不说还好 一说我就觉得饿了 明明是吃了晚饭的 他便说边过来 打开了保温盒 低头嗅了几下 赞道 香 不过很快 他又扫到了一旁贴着便利贴的那支饭盒 顿时神色一将 我笑看着他 许医生 要不要解释一下 他无奈地说道 就一些别的科室的小姑娘 老喜欢搞这一套 而且一个个都趁着我办公室没人的时候送进来 我淡淡地挑了挑眉 那你总把人家的盒饭送给别人吃 也太浪费人家的心意了吧 许墨阳笑道 浪费粮食才是可耻的 至于有没有浪费别人的心意 不在我该负责的范围之内 许墨阳说完 扒拉了几口饭菜 喝了一大口汤 然后动作忽然一愣 你怎么知道 我把人家送我的盒饭 送给别人吃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却看见之前劝我 别给许墨阳送饭的那个护士走了进来 那护士话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傻了眼了 我看着他笑道 看吧 我就说了 他会吃我做的饭的 许墨阳抬头看见他 随口便道 这是我家属 那护士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许医生您结婚了 他一边忙着扒饭 一边说 嗯 找我什么事 那护士将将反应过来后说 四十八号病床的病人 找您去一趟 许墨阳一边吃 一边点了点头 好 我马上就过去 许墨阳匆忙又扒拉了几口饭 然后看着我笑道 等我回来 他穿着一身白大褂 走起路来 脚步生风 白大褂飘逸起来的样子 简直帅得不行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发起了呆 我想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许墨阳长这么帅呢 可我等了他很久 也没见他回来 结果还是之前的那个护士过来 满脸热情地看着我笑道 许医生家属 您还是先回去吧 刚刚我们接了个救护电话 许医生没来得及过来通知您 就跟着救护车走了 他是真的很忙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失望 反而觉得身为这样一位医生的家属 我还挺自豪的 许墨阳没有跟医院的同事刻意隐瞒自己结婚的事 但是他也不能逢人便说 他结婚了 于是趁着他有天休息 我拉着他去精气店买了枚男士婚戒 许墨阳平时要给病患动手术 带婚戒不太方便 但是我给他提了个要求 我说 我不要求你时时刻刻把婚戒带着 但是这一周 你把婚戒放口袋里 但凡碰见那些小姑娘 你就把婚戒掏出来带上 许墨阳的唇角边 溢出了一抹无比愉悦的笑容 他说 好 都听你的 大概三个月后 有天晚上 我们刚结束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脸颊上的红韵还未散去 我重重地喘着气 把手机拿了过来看了一眼 结果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 你最近还好吗 我几乎第一时间便猜出了发这条短信的人是谁 我曾经跟林毅交往了九年 九年间 我们分分合合数次 我把他的号码拉黑过数次 每次他求复合的时候 都是来这么一招 紧接着 我手机的提示音 不断地开始响起来 一条接一条的短信发了过来 我觉得 我最爱的人还是你 我不应该一时鬼迷心窍跟你提分手的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九年了 九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你说对吗 许墨阳在一旁问我 你手机怎么一直想 我直接把我的手机递给了他 你自己看看 他把林毅发来的短信 挨个看了个遍 而后冷冷地勾起了唇角 吃笑了声 没做任何表态 我说 我拉黑他吧 他说 不用 开静音让他发 就算你拉黑了这个号码 他下回再换个号码 照样还能给你发短信 我一早醒来时 许墨阳还在我旁边睡着 我伸手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昨天晚上 我开了静音后 林毅一连发了三十几条短信来 不过我的目光 却定格在他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上 他说 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合 我可以考虑我们结婚的事 看什么呢 我的耳边传来了许墨阳的声音 他的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我把手机递给了他 笑着说 二傻子说要跟我复合 还说可以考虑跟我结婚 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许墨阳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他冷笑着随手便回复了一条短信过去 滚 我笑着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笑着说 生气了 他扯了扯唇角 不是生气 就是挺后悔的 没早点下手 把你娶回来 我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揉声说 现在也不晚呢 不过 我们结婚的事 好像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不然 我们发朋友圈吧 许墨阳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你真的愿意公布我们结婚的事 我不解道 我为什么不愿意 他有些晦暗的眸子里 忽然闪出大片光彩 他笑着紧紧地抱住了我 原来这么多天 都是我在庸人自扰 你明明这么好 一分钟后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 许先生 余生请多指教 并且附上了那张 我们那天在民政局门口 人手一本结婚证拍的合照 我这条朋友圈发出去 大概才两三分钟 我和林毅的一个共同的朋友 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刚接通电话 电话里却传来了 林毅颓唐的质问声 你朋友圈的照片 是假的对不对 你是不是在故意刺激我 我是真的被林毅的话 给逗笑了 干了民政局公章的 结婚证能造假吗 你造个给我看看 林毅却不死心 明明上次我们在超市碰见时 你们还没在一起 他连你男朋友都不是 我不由地吃笑了声 谁告诉你 那个时候 我跟他没在一起的 跟你分手的那天晚上 我老公就跟我求了婚 第二天 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 以前我喜欢林毅的时候 觉得他各方面都优秀 如今也不知怎么的 一想到林毅 就同时想到傻缺二字 再看看我身旁的男人 顶着个刚睡醒的鸡窝头 都能流露出一股浓浓的 禁欲系气质来 嗨 我以前果然是眼睛瞎了 许墨阳一把抱住我 他靠在我的耳边 嗓音低沉到 再叫几声老公听听 我脸颊一红 我还没挂电话呢 许墨阳唇角一扯 笑得越发的愉悦 我不管 你再多叫几声老公 给我听听 电话那端 林毅应该是听到了 许墨阳的声音 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想来是被气到了 我放下电话 许墨阳一把将我按在了床上 眼睛里含着浓浓的威胁之色 叫不叫 我咬了咬嘴唇 一时间有些难为情 毕竟我跟他结婚以来 我都没有叫过他一声老公 刚刚也失嘴瓢了 跟林毅说快了 他微眯着双眼 笑着说 再不叫 我就要动手了 我急忙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 硬着头皮 红着脸 一声一声地叫了起来 老公 好老公 亲老公 天底下最好的老公 许墨阳真的很好哄 只要我一撒娇 他就全然气泻投降了 我也很意外 撒娇这个技能 原本在我之前 和林毅交往的过程中 早就丧失了 那段冗长 且分分合合数次的感情 早已经将我折磨得 失去了自我 我忽然意识到 自从跟许墨阳结婚后 我又重新变成了 曾经那个热情开朗 对生活的充满了希望的我 有句治理名言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爱过几个人渣 我也爱过 但回过头来看看 没有经历过林毅的渣 我又怎么能明白 许墨阳的好 但渣男之所以渣 是因为他们的脸皮 有着非比寻常的厚 按理林毅既然知道 我已经结婚了 就应该放下过去 不再纠缠于我 结果他一如既往的 幼稚和任性 甚至还堵在了 我工作的地点 他给我打来电话说 我在你公司楼下 你下来我们谈谈 我嘲讽地笑道 有什么好谈的 我不想见你 他却说 那我上去找你 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行 你给我在楼下等着 我刚一下楼 就看见他今天手里 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等着我 他见我下来 笑着走上前 把花递到了我面前 送你的 我双手抱胸 做出了拒绝的姿态 眼神极为平静地看着他 林毅 你别来找我了 他一听 当下便急了 我们不就分个手而已 这么多年了 又不是没分过 最后 我们不是都和好了吗 你有必要为了刺激我 一时冲动 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开玩笑 跟别人结婚吗 我不由地审笑了一声 那我要是真跟你复合了 或许以后真跟你结婚了 我就不是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开玩笑了 林毅的神色一愣 他紧皱起眉头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感情咱俩交往了九年 你当这九年 我只是玩玩吗 我要不是喜欢你 我能跟你谈九年 我神色嘲讽地扫了他一眼 别把自己说得有多高尚 你劈腿的那位 可是你的谬思女神 能满足你对女人 所有幻想的完美女人 你现在跑来我面前干嘛来了 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脸不疼吗 林毅的脸上涌出难堪的神色 他紧咬着牙 一言不发 我抬头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 一会儿有暴雨 你赶紧走吧 以后真别来找我了 我既然都结婚了 就只想跟我老公 好好过我们的清静日子 林毅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他说 我就不走 除非你把这花收了 这九年 我是真的把他给惯坏了 瞧瞧这副傻里傻气的模样 我叹了口气 那随你吧 我回去工作了 傍晚 一场大暴雨落下来 我忙工作 早把林毅盲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快下班的时候 许墨阳给我打来了电话 外面下暴雨 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 我诧异道 你晚上不是有夜班吗 他笑了声 跟同事调了班 挂了电话后 我忽然听到周围的几名同事 八卦道 刚刚公司楼下有个傻子 捧着树玫瑰花 淋成了落汤鸡 最后还是大厦的保安 看不下去了 把他给赶走了 我淡淡地挑了挑眉 让他走他不走 等被人赶的时候 脸也丢光了 简直自作自受 许墨阳来接我的时候 雨下的正大 他把车停在门口 看见我出来后 他立马下了车 撑了伞朝着我走来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他朝着我走来的模样 我的心跳得异常的快 我不由地想起 去年有一次 也下了一场暴雨 跟今天的差不多大 林毅大半夜地 跟朋友喝了酒 然后让我去接他 我被扰了绝不说 半夜的车那么难打 我撑着伞站在路口 等车的时候 又是风又是雨 我连伞都打不住 衣服也都淋湿了 后来我接到他的时候 他非但没有半分感激 还一脸不悦地 看着我责备我说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当时我本就一身狼狈 被他一说 心里难过又委屈 却因为他朋友也在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 于是便把所有的委屈 尽数吞在了肚子里 许莫阳伸手把伞递给了我 你先拿着伞 我顺手接过伞 没一会儿 我的身上一暖 是他把外套脱了下来 踢在了我的肩膀上 晚上降温了 别动感冒了 他一边说 一边又把伞拿了过去 我正正地看着他 心头忽然觉得暖暖的 原来这就是 被人照顾的感觉 那天晚上 我和许莫阳 请到农处的时候 我喘着气 紧紧地抱着他说 我发现我好像 越来越喜欢你了 他听闻 浓浓的俊眉轻条 伸手将我紧紧地 抱在怀里 只是喜欢的话 还不太够啊 我红着脸 埋在了他的胸口处 感受着他粗重的呼吸声 我问他 那你喜欢我吗 他的神色微微一愣 片刻后 他伸出手重重地 捏了捏我的脸 为了公平起见 我现在不告诉你 等你哪天 心里全都是我了 我再告诉你答案 我撇了别嘴 有些不满 于是低下头 用力地在他的胸口处 咬了一口 留下了两台浅浅的牙齿印 他勾起唇角 心情不错地 又紧紧地揽了我一下 一双深邃的眼眸里 溢满了笑意 两天后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林毅的哥们打来的 我刚接通电话 便听见他说 长静 你能不能来看看林毅 他前两天淋了雨 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 烧糊涂了的时候 口里念叨的全都是你的名字 我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有病就好好治 我又不是治病的药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你们毕竟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你难道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彻底放下他吗 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我早就彻底放下了林毅 我愣了片刻 而后平静地解释道 我与他在一起的数千个日日夜夜里 每次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碰巧不在 我会彻底放下 是因为我真的不爱他了 即便他不曾出轨 即便他不曾主动与我提分手 可早晚有一天 我还是会离开他的 那天我挂了电话没多久后 林毅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有些沙哑 但也还不至于能烧糊涂了 他说 我都生病了 你就不能哄哄我 还说那么无情的话刺激我 我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事到如今 他竟然还觉得我们俩有回旋的余地 我沉默着没说话 他又说 我跟你保证还不行吗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劈腿了 我眼里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别跟我生气了 跟你那个备胎说清楚了 把婚离了 回到我身边来吧 听听着他说的是什么话 备胎 许墨阳从来不是我的备胎 在我的心里 他曾是与我关系很好的高中同桌 也是我在最孤单无助时向我伸出援手的恩人 更是如今我尊重爱护的丈夫 我跟他说 等你病好了 我们见一面吧 他急忙笑道 不用等我病好了 就今天见吧 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厅见面 他到得比我早 还提前帮我点了一杯 我常喝的美式咖啡 我坐在他的对面 面对着他的笑脸 我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话 我们今天说清楚了 做个彻底的了断吧 他的目光微微闪了闪 笑着说 你是不是搬家了 我之前去过你家找你 开门的是新的租户 我点了点头 嗯 结婚后 我把房子退了 然后搬去跟我老公一起住了 林毅有些慌乱无措地 拿起咖啡抿了一口 善善地笑道 没关系的 这样我们也算是扯平了 也好重新开始吗 我平静地看着他 林毅 我希望你认真听一下 我说的话 我结婚 并不是一时冲动 我很早就想结婚了 林毅不甘心地说 那你就随随便便 找个人就结婚了 或许在之前 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我是不是就真的随随便便 找个人就结婚了 但如今想来 答案是否定的 我看着林毅说 我们在一起九年 我记得 有一次我逛商场的时候 崴了脚 给你打电话 想让你来接我 结果你说 你忙了一天刚到家 完全不想动了 于是我顶着别人 异样的眼光 一瘸一拐地从商场出来 又一瘸一拐地走到了路边 自己打车回了家 我顿了顿又说 还有一次 我做蓝尾炎手术住院 我妈特地从老家过来照顾我 而你也就下了班过来看我一眼 周末你放假 你宁愿一个人在家睡觉打游戏 也不愿意过来陪我 以前一想到 我曾经受过的委屈 我总是会难过地想哭 可现在 我的心情却极为平静 只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看着她继续说道 其实以前那些 我都可以自己消化掉 但是去年 我妈查出肺癌的时候 你人在哪里呢 我当时只觉得天都塌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还是不在我身边 她急忙解释 我在外面出差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那时真的没办法回来陪你 我淡淡地笑了笑 是啊 你是没办法来陪我 但是你出差中途 其实也回过几次公司 你就那么忙 忙到即便你回来过 也没时间来医院看一眼我妈 哪怕你拎点东西过来 放下就走 可是你却一直骗我 说你回不来 林毅动了动嘴唇 到底还是沉默地垂下了头 我之所以会彻底死心 只因为一次次对她抱有期望 却又一次次失望透顶 久了 也就麻木了 麻木了 慢慢地也就不爱了 年初的时候 我曾多次催婚林毅 只因为我年龄大了 加上我妈的身体不好 想看到我早点结婚生子 我才会迫切地想结婚 而当时 林毅是我的男朋友 我想要结婚 自然就得找她结 也幸亏她没答应 如今回想起 去年我妈查出肺癌的情形 我心里还是会很难受 难受地想哭 我嗅了嗅鼻子 红着眼笑道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许墨阳一直在身边陪着我 她帮我妈找了最权威的专家 一有空了 就去病房看我妈 我难过的时候 也是她一直安慰我 哄我开心 林毅忽然握紧了拳头 目光阴一道 她根本就是趁虚而入 我笑道 纵然她是趁虚而入 可是她趁虚而入的机会 不都是你给的吗 但凡你当初真的没办法陪我 我不是不能理解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你只是习惯了把我排在了你所有计划的最后 又或者我根本就不在你的计划之内 她可以跟别的女人一见钟情 出轨了又毫无愧疚地跟我提分手 等她失去了跟那个女人的新鲜感 她又理所当然地觉得 只要她想复合 我便会回到她身边 爱情的模样或许有很多种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爱一个迷失自我 但有时候我们却会因为爱一个人 更努力地做自我 离开前 我十分认真地看着她 我说 没有一个人会永远站在原地 做毫无希望的等待 如果没有遇到许墨阳 我或许永远都不会看到 美好的爱情是会让人感受到幸福的 庆幸的是 我遇到了她 我从咖啡厅离开后 打了个电话给许墨阳 第一遍响灵后 她没接 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上手术台的时候 会把手机放在休息室里 但是她不会关机 因为她怕错过重要的电话 那样只要等她下了手术 看到手机上有未接来电 她就可以第一时间回播过去了 但是那天 她一直没有给我回电话 我从白天等到晚上 等了十多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 思念过一个人 纵然她不在我的身边 纵然我一直等她的电话 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知道她在做她 必须要做的事 即便她没有给过我什么承诺 但是她却在无形中 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 我一觉睡到半夜的时候 许墨阳终于回了电话给我 抱歉 忙到现在才给你回电话 我轻声笑了笑 一开口还带着没睡醒的鼻音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这么忙 东城区的一处高架桥上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三名重伤患者 不过幸好在我们全科室的努力下 把他们都就回来了 许墨阳说话时 我能明显听出她粗重的呼吸声 应当是刚刚下了手术台 她便给我回了电话 她接着又问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我微微抿了抿嘴唇 有些难为情 片刻后 我鼓起勇气同她说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就忽然想告诉你 我爱你 她忽然就沉默了下去 过了许久 她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忽然又精神百倍 特别有劲了 我一开始没弄明白 她话里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天 她在手术室里 整整待了十一个小时 那十一个小时里 她一口饭都没吃 只喝过一些葡萄糖水 后来她下了手术台 累得两眼昏花 腿都站不稳 可心里记挂着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回电话 不久后 林毅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看完短信后 便将她的号码删了 我知道这次删了她的号码后 她不会再换号码来找我了 我跟许墨阳领证三个月后 她为我补办了一场婚礼 象征着洞房花烛夜的晚上 她躺在我的身边 紧紧地将我圈在怀里 我的耳边是她温热的呼吸声 她告诉我 她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在高中一毕业 就跟我表白 后来等她终于鼓起勇气 想要跟我表白时 我的身边已经有了灵异 后来的她也谈过恋爱 也曾用心爱过别人 可兜兜转转 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她说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在未来的某一天 她有幸还能与我相遇 并与我携手共度余生 我携手共度余生